香港現在發生的事是令到我們非常非常擔心 《一國兩制系統》 願意背道而馳 作為民主派我們一定要講清楚現在香港的情況 DQ 銅鑼灣書店事件 人大釋法 到提港記者 我亦都會預實去講 我擔心郭榮鏗議員的態度和表達會偏差 亦都不是以一個正確的態度去公平地去談論這個問題 他應該在表達的時候 除了說香港有一個高度自治權之外 亦都要說中央是一個全面管治權 如果你這樣兩個事實說出來 就會比較平衡 而不是說我們香港有高度自治權 現在高度自治權被侵蝕了 因為中央又插手這些東西 而沒有去解釋給別人聽 中央是依據法律去處理這些事情 外國人很多人都不認識香港的法律 什麼基本法 很多人都不認識 那如果你只是說到香港應該是一個獨立個體 是一個高度自治是等於不被管治的 即他的意願就是 香港是成為一個高度自治的地方 的意思是不被中央管治的 這樣去解釋給別人聽 很多人都認為是這樣的 沒有一國的時候 怎樣會有兩制的產生呢 那你要有一國才有兩制可談而已 你沒有一個國家就何需兩種制度呢 是不是 那所以一國兩制的兩制 必須活在一國裏面的嘛 那當我相信,你應該會achts它 等等,你應該不會打資 在集團中,你不打賣給別人說 你應該會不會打敗 但是,你應該會不會打敗 你看,我跟你們說 我們可以打敗 我們完全會打敗 你說,我們可以打敗 你看,我們去打敗 員們可以打敗 我們就不會打敗